自古以来,中华民族流传著无数传奇,在常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事情,他们却能够轻松做到中国公仆享誉世界,拥有莫大的名气,清朝末年出现一位民动全国的武术家,此人名为公宝田,被誉为清末第一大内高手,身怀北一所思的能力,登道过慈禧和张作霖的护卫,他们都是近代最有权势的风云人物,但仍对公宝田心怀敬意,那么他到底有多厉害呢? 晚清时期,清政府腐朽无能,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,各种卖国条约让整个国家,现无水深火热中,反抗浪潮此起禀伏,整个中华大帝都处无混乱中,公宝田,就出生无这样的社会环境中,由无出身贫寒,公宝田上过今年私属之后,就被迫辍学为持家庭生计,年仅13岁给你,行,当学徒负责向北京各王府送粮食,收入虽然不高,但勉强可以度日,随住时间推移,公宝田和各大王府, 世卫关系都很熟悉,经常能够看到世卫门习武,久而久之,他也学会不少,并且,对,武术产生浓厚兴趣,当时,在王府中有一位武术教头名为隐徒,为八卦由生长二代传人,此人发现公宝田是迷武术,而且有很高的天赋,在西观察以后,发现公宝田竟是难得的武术天才,乌世就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师父,从此公宝田踏上传奇之路,自从公宝田拜世以后,武术进展一日千里,很快就明传天下,很有天下第一的武术, 随后慈禧太后听说有这样的奇才,就把他费尽心机招到自己手下发,国联军,清华时期,慈禧带驻王公,贵族出逃,公宝田一路护卫,震慑很多的匪话,就连一和团都不敢轻易进犯,经历八,国联军,清华战争以后,公宝田对腐朽的清朝政府失去信心,乌世辞官回乡专心开设武馆,报名者,数不胜数, 新派革命大翻清朝以后,中国进入北洋政府统治的军阀困战时期,客客有名的东北王张作霖出身乌绿林豪杰,对公宝田大名如雷冠儿,乌世再一次请求他出山担任自己的警卫,张作霖虽然知道公宝田很厉害,但毕竟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,乌世他故意考验公宝田,三,八字弹都被公宝田轻松躲过,这让张作霖赞不绝口,在随后的日子中,公宝田多次就张,作霖无微难之间,张作霖对这位部位十分尊敬, 不管是慈禧孩,是,张作霖都要共助攻宝田,这就是一代大内高手的实力。